福茂学生占领议会20天 行政院长江一华的妻子李淑珍 日前也写下了一封公开信 为马政府辩护 而其中点名的学运总指挥林飞凡陈维婷 能够意气风发抓住麦克风对谈 这背后下指导旗的人 就是台湾野百合世代 以及大陆六四世代的人物 这是否暗指就是六四运动领导乌尔开西跟王丹 说起话来 坑枪有力六四学运领导乌尔开西 在三一八学运后两天 20号凌晨两点多前往立院 到议场声援学生 赞扬学生是台湾光荣 而民运人士王丹也在同一天凌晨四点 现身立院 即使没有演讲也没有收访 但向学生致意一起进座 两位学运人物现身一场 这行为也被行政院长江一华夫人 立书贞 为马政府辩护的一封公开信提到 十多天来 电视上林飞凡 陈维婷意气风发 牢牢抓住麦克风 而在他们背后下指导旗的 就是台湾野百合世代 以及大陆六四世代人物 或许他讲的是对的 但是这个 他们呢 下指导旗 也是一个自然的趋势 我不认为有对跟错 那接下来比较细致的 到底如何进行操作的部分 只要给就我们仇舟小组的 黄国昌老师来跟大家报告 站在台上讲解公民审议 参与学运整整将近20天 学运期间就算没有站上台 只要林飞凡 或者陈维婷发表言论 黄国昌一定站在一旁 甚至上政论节目开架 还被网友封为战神 也被外界认为 是这次学运的重要推手 是不是推手 还是棋子黄国昌脸书回击 这是一封配合马金政治 舆论操作的信 越回应就越陷入他们设定的战场 而参与过六四世代学运的王丹 也在脸书上回应 没有参与学运决策小组会议 也没有参加任何外围公民团体活动 隔魁复然一封信 让这场号称纯净的学运 再度染上政治色彩 记者刘浪亨黄树人台北 陪访不到